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成 我是传播艺术系的丹妮 Danny,你有去海边浸汤过吗? 没有耶,可是我去海边玩的时候会顺手捡垃圾 真是个好习惯耶 在日本中部兵舰室的一名浸滩志工 日前在海边发现了一个海流调查坪 该坪中写有37年前的字条 实货者将瓶子还给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寄贱人 海流调查坪是一种古老且简易的海流实验 这个调查坪究竟漂流了多久? 它总共漂了37年 而37年前还是小学六年级生的三奇德星 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但是他看到漂流屏中的文字 也确定了这个是自己的东西 他表示 这37年来不止误患性疑 日本的年号也从昭和平成到今年的令和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 我的期末报告就是要在全班面前展现一项个人实验 我的期末报告就是要在全班面前展现一项个人实验 第二个单字是 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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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current The ocean current took this bottle from Japan to Taiwan 海流将这个瓶子从日本带到台湾 The ocean current took this bottle from Japan to Taiwan 海流 海流将这个瓶子从日本带到台湾 最后一个单字是 方向 direction 方向 direction Ambient noise may come from any direction 外界噪音可以来自任意方向 Ambient noise may come from any direction 外界噪音可以来自任意方向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别忘了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